波皮寮之名 波皮寮是由于清朝时期福州商船运进山木 在这个地方拨去树皮而得名 不论是哪一个传说 可想而知的是 这里的确曾经是商业交易热络的一个地方 自清朝就存在的街区 目前已经成为传统以及创新 历史以及现代相互交织柔和的文创场域 知名的电影《萌甲》 也是在这个地方取景的